送編集合 到底現在怎麼樣 打了到底誰勝誰負 還是在那邊僵止不響 看樣子還要打一陣子 要打多久 的確是 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看起來 二軍大概兵力主要集中在 巫東這塊 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他本來原本就已經有佔領的區域 那所以現在來講 我覺得他如果要擴大戰果 而且是至少對國內很有交代說 我至少把這一塊全部都拿下來 包括克里米亞都拿下來 所以這個對普利亞至少是一個 一個下台階嘛 一個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當然要打 那而且其實烏克蘭他們的部隊 也在往那邊集結 所以說這邊基本上來講 會是有一個一番的戰役 這場仗看起來呢 是會繼續打下去 因為剛才講就是美國呢 剛剛要援助8億美元的軍援 那事實上在之前 美國陸陸續續呢 已經援助17億 所以現在呢是超過20億 大概25億 那再加上歐盟 現在也有軍火的支援 那你想想看 如果說這兩仗很快的 就會要結束的話 那幹嘛要有這麼多的這個軍援 大概前一陣子我們討論很多的 就是說 泽倫斯基跟普丁會不會見面 也就是說其實有很多國家 在中間折衝 然後在中間能夠斡旋 希望呢有和平對談的機會 希望能夠簽下停火協議 但是現在看起來已經遙遙無期 泽倫斯基因為現在他的這個講話 越來越強硬 他的立場也越來越強硬 原來他可能答應的 現在通過都不算數了 那普丁呢也是一樣 也是非常的這個強硬 那奧地利的這個總理 去拘捐穿梭跟他談了之後 說非常悲觀 所以看起來呢 這場仗會繼續的持續下去 老實說我看到這麼多的軍火支援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精神為之一陣 說啊烏克蘭又有很多的這個這個軍火 還有很多的武器 可以對抗這個萬惡的俄羅斯 那但是呢 從國際的政治情勢來說 你想想看這次最大的贏家是誰 我認為就是美國的石油啊 賣油的 因為現在俄羅斯不能賣 賣油賣能源 所以美國可以賺到錢 還有一個呢就是軍火商 所以早就很多人說 就是在這一次的美國期中選舉裡面 大概美國的軍火商啊 可以對於這些政治人物 有更多的政治捐獻 因為他賺的錢更多嘛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大家繼續的給軍援 當然現在很多人說 因為呢俄羅斯現在集結大軍 在這個烏冬地區 會有一場惡戰惡鬥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 歐洲跟這個美國 都要繼續的攻擊這樣的軍火 但是呢我覺得其結果 會使得這場的戰事更為膠著 短期內應該看不到 和平對談或者停火的可能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懇請訂閱開啟小鈴鐺